他们年轻人呢 晚上不睡 早起来不起 弄到十一二点才睡 他现在要一睡觉 睡得十二点左右 我们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是起早 不能打扰他睡觉 他困了睡 然后是他累了 我困了睡是我懒了 自己的东西可能随手 我每天知道放在哪里 但他特别喜欢收拾 我妈就觉得这个沙发 它就不是做人的 它就是一个摆设 只要我坐上去站去了 他就哭一次 他一天能哭八次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 我能接受住房结婚 但我妈坚决不行 这跟我没关系 我给准备房了 还住什么房 那我们男的当然无所谓了 关键是90%的女性 她不会同意说 你没有房完完了 没有存款 没有车 然后就跟你结婚 多半个人在中国 接下来住房间 在结婚之后 根据一个新测评论 经历过了 Zeroom 一个中国房租房公司 我够喜欢她的话 没有房位能结婚 真的很认定一个人 可能什么事情都觉得可以将就 租房结婚可以的 可以结婚 如果是在大城市的话 可以租房结婚 装修好看就可以啊 有些长租公寓 比如自如就可以啊 得看伴侣的意见了吧 你三代供一个房 天天吃糠烟菜 不如把那些拿出来 投在教育 平时生活上啊 有那个钱我还不如去做投资 可能对我来说 一一更大一点 背上一些贷款 一些的一些压力 就可能会被束缚在这个城市里面 而如果是租房子的话 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结婚 然后结完婚之后 可以一起奋斗 一起买房子 at the same time young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pay for services such as cleaning maintaining and moving services in exchange of their own time 这不很正常一件事 it is pointed out in a report by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ing that the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is the major type of consumption of Chinese elderly at present 换个灯帽的时候 我能自己收就收呗 没必要再 那我都不赞成 那有点太懒 你经济条件能达得到吗 你连一点这样的本事都没有 你还怎么生活呀 要是我自己都收 他肯定会找外边人收 但是父母那一辈的话 他们都回 他们会自己修 他们觉得还不如把这个钱给他们呢 搬家保洁这些都找过 但是呢 在他们的这个消费观念来讲 还是说自己能干的 自己能修的 就自己来解决 你花钱 来给父母来做任何事情 没有花钱的不是 我就叫了一次自如的保洁 把家葱里到外都打扫了一遍 我妈就觉得真香 有人专门从事这个行业 他们也需要这种工作 去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然后自己不用那么辛苦 我现在以租养租算是一种无奈吧 就是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 然后我打车回自己家的那个打车费 可能多比租金贵 所以我就干脆在单位附近 找了一个房子自己租 节省一下通行时间 然后也节省点成本 一般都是因为孩子上学吧 因为自己的房子 离这个学校比较远 父母老来北京常住 我会觉得自己家的房子 越来越居住不够住了 然后我就想着 把自己房子租出去 可以去自如再租一套更大的 这样其实每个月 也就补交一千多块钱 但我们的生活质量 大大提升了 比如说有房 有一套房 但是呢我自己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 我可以比如说 我五千块钱租出去 然后我两千块钱再租一个房子 我就可以有三千块钱就是富裕 我觉得就年轻人的一个态度 尤其是女生特别多 因为它可能一线城市暂时买不起 但它二线城市离老家又近的 它可以买一套 这样的话它心里有大大的一个安全感 我没钱再放 可能还是会以坑劳养租